这一款茶 它不仅仅是提升免疫力 它还可以让你睡眠、精神都变好 又大家好 又到了防疫小教室的时间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只要超过两个礼拜不运动 肌肉量下降 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变差 中医说 这个叫做胃气不足 保胃的胃 今天七七老大就要来告诉大家 居家提升胃气免疫力的方法 让你即使宅在家也能够提高保护 来提升胃气第一招 居家运动 深蹲它就是在家里最适合的运动 不占空间 不用器材 而且效果还非常好 蹲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点不要弯腰驼背 腰背打直 保持全身的紧绷 二不要低头 眼睛直视看前方 第三双脚与肩同宽 脚尖给它直直的朝前面 蹲下去之后 膝盖弯曲到90度就可以起来 一次十五下 一天三组 一个礼拜三次 它不止肌群可以锻炼到 还可以顾圣经 增强圣气 你身体的保护力自然会增加 居家提升胃气第二招 中药茶饮 大家现在是不是待在家里饮料给它狂点 但是甜的东西喝太多 你不只会变成一头小猪 痰湿增加的结果 你身体的保护力也会变得很差 来老大推荐给各位 去喝一款茶饮 材料有 黄芪、麦冬、五味酯各5克 红枣、枸杞各3克 你把药材洗干净之后 加入600cc的水 滚了之后再煮5分钟就可以喝了 你要把它放凉了喝或常温喝都可以 黄芪它其实跟人生一样 它有补气、氧气的效果 但是价钱却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不是贵就比较好 黄芪它还没那么燥热 所以最适合现在夏天喝 这一款茶 氧气、骨气、骨血、养生 它不仅仅是提升免疫力 它还可以让你睡眠、精神都变好 居家提升胃气第三招 穴道按摩 来老大教各位去按摩一组穴道 叫做足三里加上关圆穴 足三里穴道在膝盖外侧的下方三寸的位置 关圆穴在肚脐下方三寸的位置 这两个穴道可以调理脾胃 补气助羊、扶正去鞋 所以可以很好增加身体的保护力 古人说按几下足三里胜过吃一只老母鸡 所以你们好好的学起来 想到就按随时可以按 不过按自己的就好 你不要按你老师 按你老母 以上三点非常简单 但是效果却很好 你与其忧心忡忡 不知道要做什么 倒不如没事的时候 待在家里按摩穴道 小孩如果整天用手机 你就叫他陪你深蹲 大家一起加油 明天他就会更好 老大爱你哦 防疫小教室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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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